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台积电积极扩大海外布局,今年前三季获得160.43亿新台币等美国、日本和中国等政府补助。 2021年以来,累计获超过700亿元政府补助。 根据台积电财报资料显示,台积电子公司TSMC Arizona、JASM及台积电南京等,因分别计划于亚利桑那州、雄本和南京当地设厂营运,取得美国、日本及中国政府补助款,主要用于补贴不动产、厂房及设备购置成本,以及建造厂房与生产营运所产生的部分成本与费用。 台积电指出,2021年和2022年陆续取得日本和中国政府补助款8.27亿及70.51亿元,2023年再取得475.45亿元政府补助款。 台积电今年前三季取得美国、日本和中国政府补助款160.43亿元。 台积电自2021年起,伪计取得714.66亿元政府补助款。 台积电雄本一厂12月量产,亚利桑那州一厂明年初量产,并中国扩展28奈米产能,台积电还计划德国德勒斯登投资建厂。 台积电日前与美国商务部签署协议,商务部直接补助金后,于亚利桑那州建置三座厂。 具体来看,台积电子公司TSMC Arizon今年4月和美国商务部签署一份不具约束力的初步备忘录。 TSMC Arizon当时预计,将获得最高可达66亿美元,约新台币2143亿元的直接补助。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商务部近日确定,以最终敲定向台积电位于亚利桑那州的美国子公司提供66亿美元政府补助,用于半导体生产。 台积电也计划在亚利桑那州设立第三座晶圆厂,在亚利桑那州凤凰城据典总资本支出超过650亿美元。 路透报道,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接受采访时表示,这项计划开始时,很多反对者说,台积电可能会在美国生产5奈米或6奈米晶片,但实际上,他们在美国生产的是最先进的晶片。 对台积电提供的奖励,还包括50亿美元的低利政府贷款。 根据协议,台积电将分阶段取得款项。 一位高阶官员则表示,商务部预计年底前向台积电发放至少10亿美元。 台积电总裁魏哲嘉在声明中表示,这笔交易有助于他们加速开发美国最先进的半导体制造技术,是强化美国半导体生态系统关键的一步。 台积电声明指出,TSMC Arizona为美国史上规模最大的外国在美直接绿地Greenfield投资案, 预计创造超过6000个高科技、高新的直接工作机会,对美国提升国家经济竞争力和确保其在5G、6G及AI时代的领导地位方面,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台积电先前也预告,亚利桑那州新厂获得美国客户的坚定承诺和支持,并计划设立三座晶圆厂,这有助于创造更大的规模经济。 据了解,取得美国补助对台积电至关重要,台积电在该州每一座晶圆厂的捷径式面积都约是业界一般逻辑晶圆厂的两倍大。 另外,美国佐治亚州、加利福尼亚州和亚利桑那州的其他半导体专案将获得高达3亿美元的资金,以推动美国Triplet小晶片封装技术发展和基板制造。 每个专案,包括佐治亚州的AppSolix、加利福尼亚州的应用材料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将分别获得高达1亿美元的资金,用于开发先进基板和封装设备,资金来源于美国晶片法案,在当前拜登政府任期的最后几个月内拨付。 由先进基板实现的先进封装技术可以转化为人工智慧、AI高效能运算、HPC、下一代无线通信和更高效的电力电子,但目前这些在美国尚未生产。 该资金旨在建立和扩大美国先进封装能力,吸引私营部门的额外投资,预计所有三个专案的总投资将超过4.7亿美元。 AppSolix正在与一个由30多家合作伙伴组成的联盟开发玻璃晶片基板面板制造,并已获得7500万美元资金。 通过其基板和材料先进研究与技术Smart封装计划,AppSolix旨在建立一个玻璃晶片封装生态系统,以超越当前的玻璃晶片基板面板技术,并支持未来大规模制造能力的投资。 应用材料与一个由10个合作者组成的团队正在开发并扩大,用于下一代先进封装和3D意志集成的锡晶片基板技术。 应用材料的锡晶片基板技术有望提升美国在先进封装领域的领导地位,并帮助催生生态系统,以开发和构建下一代节能、AI和HPC系统。 位于坦佩的亚利桑那州立大学,S5正在研究删除晶圆级封装,FOWLP。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先进电子和光子学核心设施,EEP正在探索300毫米晶圆级和600毫米面板级制造的商业可行性。 这是一种目前在美国尚不具备商业能力的技术。 该合作伙伴关系由DECA Technologies领导,涵盖材料、设备、chip light设计、电子设计自动化、EDA和制造专业知识。 阿苏还将建立一个互联代工厂,将先进封装和劳动力发展专案与半导体晶圆厂和制造商连接起来。 国家先进封装制造计划NEP为所有三个实体设定了激进的基板技术目标,这些目标预计将被达到或超越。 在此背景之下,台积电美国亚利桑那州晶圆厂落成典礼,也逐渐被不少人关注起来,在传出将延后到新任总统当选人川普就任之后,现在又传出台积电董事会将首次前往美国举行的讯息,让外界联想。 台积电对应川普重掌白宫的事实,后续动作频频。 台积电董事刘敬青11月下旬表示,接获2025年2月前往美国参加台积电董事会的通知。 市场人士表示,这是台积电董事会首度前往海外召开,应与美川普上任,还有台积电亚利桑那州晶圆厂量产投资脱不了关系。 由敬青公开证实,台积电将首次前往美国召开董事会,也证实市场传言。 台积电独领风骚全球半导体先进制程,积极海外扩产。 市场认为,台积电在美国举行董事会,除了让董事了解海外投资状况,也确认新晶圆,运作执行也必须,全球市场也有先例可循。 川普2025年1月20日宣誓就职,重返白宫。 市场人士认为,为了维系与新政府的关系,传出台积电美国亚利桑那州晶圆厂落成典礼延后,川普就任后再举行。 台积电董事会在美举办,时间点同样落在川普就职后,也不难看出台积电未因应美国新政府。 美国川普政府对台湾半导体产业的态度,之后对中国半导体的管制问题都会影响台积电发展走向,故台积电预先准备非常必须。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